哈尔滨又来整活了 这个东北大直男 硬硬生生的蜕变成 多才多艺的才子 这不是请了俄罗斯模特队的来哈尔滨吗 所以冰雪梯台秀马上安排上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误 不然南方小土豆们可就来不及看到了 不得不说 哈尔滨文旅局的办事效率非常高 没有任何一点拖泥带水的 之前大家都是拿着洞梨啃着吃 但是自从南方人来到东北以后 洞梨就切块了 而且还板上了果盘 甚至还弄些点缀 东北人看到这里就已经想不明白了 洞梨原来还可以这样吃 所以不得不佩服南方小土豆的影响力 这还不算什么 那么粗大的甘蔗原来都是直接一根一根的啃 在南方顶多会帮你削皮切块 这样方便吃进嘴里 可是东北老铁现在可不是这样操作 直接把甘蔗切成片 让南方小土豆们更简单入口 这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真的太会了 连南方人看到后都震惊不已 洞梨切块摆盘 这已经算是对洞梨的颠覆操作了 但谁还能想到更离谱的在后头 南方小土豆要不要来一杯洞梨花茶 刚刚泡好的哦 这绝对是东北人从来没看过 甚至没喝过的 以这种花茶了吧 还能把洞梨切成薄片 撒上桂花 热水这么一冲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好香呀 哈尔滨你真的太会宠爱南方人了 之前就已经有外媒报道哈尔滨的盛况 而且很多外国有人都想来哈尔滨 感受一下别致的冬季先进 这可不是冰雪奇缘里艾莎公主建造的 这可是哈尔滨人民自己亲手打造的 白天是晶莹剔透的冰雪王国 晚上就是五彩斑斓的热闹聚会 很多人外国有人已经来到哈尔滨感受这冰雪世界的魅力了 有的是从炎热的沙漠地方迪拜飞过来的 有的是从英国来到这里 有的是从马来西亚 还有很多国家都已经准备来哈尔滨游玩了 这一波哈尔滨不仅是在中国火遍大江南北 还火到国外媒体上真的是火出了新高度 不仅如此 就连韩国官员都亲自来哈尔滨取经 看到哈尔滨能造出如此精彩绝伦的冰雕 感到非常惊叹 甚至他们还想邀请哈尔滨的冰雕工匠 去韩国帮忙去做冰雕 因为韩国的冬季庆典已经开幕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 希望哈尔滨的工匠前去 看到这里很多网友纷纷不买账了 生怕下一秒这个冰雪节就不再是中国了 甚至害怕他们来挖工匠人才的 网友们都希望哈尔滨要留心 别把本事传出去给韩国了 这家伙信任度不高 特别是四川的自贡灯会 韩国人就是学会以后偷偷身移了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就在前几天荣获吉尼斯记录 拿下新世界记录 这一波哈尔滨属实变成了响当当的城市了 网友也纷纷赞扬哈尔滨 说到这个记录以后只能是自己去破了 明年可是亚东会 规模指不定比现在还大得多呢 所以明年的盛事值得期待 东北的原始宗教信仰就是萨滨 但是你们见过萨滨大祭司跳舞吗 上一次看到萨滨法师 还是在电视机里的环珠格格呀 所以这么一个神圣神秘高贵的人物 能在哈尔滨亲眼看到 那真的是非常荣幸 很多网友都在发声 请别跳科目三舞蹈 别把在我心里的完美形象颠覆了 当然很多人也在祝福祖国昌盛繁荣 感谢互联网 让远在他方的朋友们都能看到祖国的多姿多彩 也见证哈尔滨从未有过的火爆 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好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准备好了吗